史上最艱困的抢票硬仗开打了 台铁在昨天开放的春节东线的订票 瞬间有88000多笔的订票民众 想要紧进的网路订票系统 创下了历史的新高 而中华电信也坦诚说 因为网路前端设定出错了 关键抢票的时段呢 成功订票的比速反而是非常的低 不少民众一大早气到说 想要把电脑给砸掉 那么台铁在今天呢 西部干线也开始登场了 包括了西部东部干线 这个车票大会抢 因为在今天的网路也是瞬间 进限量比昨天还要高 而现在为了解决网路订票的拥塞性情况 中华电信已经紧急调派伺服器 容量提高到至少这5300门